好 麻煩 讲这么多不如举个例子让大家更容易进入这个状况 像是这些年我都会在演讲或上课举的一个内容叫做 Sampling 取样 我们听一下这个节奏 这个歌来自于1981年Cream和David Bowie的Under Pressure 好 这个应该一听就会有一点印象 它其实虽然蛮容易入耳的一支作品 但重点不是这个歌的Vocal 而是这个歌的节奏 它歌了大概10年之后被取样出来 变成了另外一支作品 来自一位饶神乐手Vanina Ice The Ice Ice Baby 是的 这种把一首歌曲某一个元素抓取出来 然后用到另外一首歌当中 所谓的解构后再建构出一个新东西 我们叫做Sampling 取样 在我即将要讲的课程内容当中 有更多更多这样的例子跟故事哦 好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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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